日本更爪来科学鉴定判别处决当天偷天换日 1945 8月抗战胜利 参与满蒙独立运动 被指受雇日本 特务的村岛方指 于10月在北平一处施集被国民 军统局逮捕 以汉奸罪名公诉 10月22日被判处死刑 1948 3月25日于北平第一监狱窗币 许多人怀疑他的死 怀疑他没有死理由是 从枪欠执行的开始妥结 及后来各种怀疑和奇怪之事连串 巧合 村岛方 审讯过程其实是公开的 但枪欠过程保密 包括 择时间 记者禁入等当时 村岛被带到处决地点 监狱外面有鼓噪 原来国民政府已邀请30多家媒 报道村岛方只处决 但不知为何 监狱突然不稳 记者进入 记者一直在监狱前叫嚣 说自己是应 府邀请10分钟后 监狱打开门 但只允许两名尾 记者进入 执行死刑的献兵对村岛方只开了两 枪 第一次扣动了盼机 没有响 第二次枪响了 但 但从村岛方只的眉毛穿过他的后脑 两名美国 这上前为被枪杀的村岛方只拍照 但这两名美 记者 原来从未见过村岛方只 其后监狱大门打 三十多名记者蜂拥而至 当看到村岛脸上布满血 脸 认不出来 一名记者质疑为何之前处决事打心 今次事打眉毛 监狱并没解释 而村岛方只 视抗 战争胜利后唯一被国民政府击中头部枪决的 国分子 日本间谍村岛方只没有死 疑点万万出 据消息指 村岛方只被枪杀后几天 有位留姓女 来到监狱 哭称监狱同意吸他十块金条 让他病 的大女儿为村岛做替身 大女儿死了却只有死 金条 又有子这单哭事 是一名姓流的年轻女子 来普怨子母亲失踪 因为他去找监狱当局止末 吸他金条 并说他姐姐在前几天死后再被枪杀 之事件引起轻然大波主要媒体增相报道记者 过各种渠道采访政府和监狱 但他们都守口穴 村岛之死 由于尸体样子无法辨认 死者发型和 岛不一致等等 坊间一直流传 村岛方只并未避 弊 死者实为替身的传言 却一直没有强有力的 据在2006年 一名吉林人张玉说他的老爷断练长林 前告诉他 与他们家长期密切家皇 住在长春郊 农村的老太太方老 就是隐姓埋名的村岛方子 死于1978年 目前骨灰存放在浙江台周市国清子 而 据为物比对及李香兰的确认 部分字迹银别 都 持这个说法 但缺乏直接DNA证据 所以仍有争论 到2009 日本朝日电视台更组织科学鉴定人员 利用当 最新技术 从村岛方子生前照片 复原他骨格影 并从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行营尸体照片 复原受刑 骨格影像 两相对比发现 骨格有明显差别 日本 定技术人员认为 而这不是同一个人 换句话说 看来说明 村岛方子狠有可能在1948年逃脱死刑 忍 埋名偷偷渡过余生 但这样的考证也操疏 鉴定 果不一定可信 在2008年 有记者到东北调查 村岛方 没死 传闻 并以电话采访身在河北朗方市 村岛 子的妹妹金物玉 他这样说 村岛方子在1948年 的的 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 当年他被枪毙时 也有被 新熟出的传言 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 确信是 本人 没有假的 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 一旦 岛方子可能真的没有死 那么 他又谁放走 且能 隐姓埋名者摩多年 一直不被发现是相当困难 岛方子生死迷团 即使故事如何引人入性 历史 实是他早在1948年就已退出历史舞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